新庄仁爱里有位已经符合施打疫苗年龄的长辈却等不到疫苗接种 当地里长借此告知乡亲们可以向预约平台做意愿登记 因为在新增选择接种疫苗的选项当中 有长辈可以有很多的多重选择 同时里长也不忘知识教育宣导 每种疫苗都有保护力 尽早接种疫苗才能够远离疫情的威胁 新庄仁爱里长吴俊森在巡视各项道彩绘成果时候 正好有李明向他询问年纪已经超过60岁 至今仍没有打到疫苗 里长立即回应让李明着急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你第一季打了吗 都还没有 我建议我们从1922这个疫苗平台 疫苑疫苗平台也就是疫苑登录 我们直接进入到疫苑登录再加一个BNT或AE 里长说类似像这位长者已经符合年龄可以施打 却等不到疫苗接种 里长借此告知乡亲们 可向预约平台做医院登记 新增选择接种疫苗的选项 就有李明问我说 为什么他62岁还没有办法施打到疫苗 那其实这个整个疫苗的控管 都是由1922来整个总管 那我们李办公处在这边 只会说建议长辈 看是不是加租另外的疫苗 让我们的长辈有多重的选择 李办公处所提供的这项小建议 希望让长辈有多重的选择 同时里长不忘知事教育宣导 每种疫苗都有保护力 尽早接种疫苗方可远离疫情的威胁 看什么疫苗先到就先施打什么疫苗 因为每一种疫苗都有保护力 我们也会来尽量的让长辈 能迅速的来完成接种 这也是我们应该服务的职责 李明有任何接种疫苗的问题 可向李办公处洽询 不过人要注意在接种疫苗之后 如果感觉有头痛或者是发烧 等不适症状 请尽速就医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